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在这边有一个勉励的一句话 我想说宋朝有一个做官的叫宋明 他在那个朝中做官 他妈妈告诉他 他说 儿子啊 他说 为官半点错 百姓万般苦 他本期讲这句话 不是说我们现在官员有错 我想说很多方面 我们可以另一个方向去思考一下 是不是能够更来得完美一点 就打这次连续假期的四天 我想说马祖现在比较憨的 本来去年度是蓝眼泪 今年度也是拜蓝眼泪之士 因为我从事旅游业和住宿也很清楚 今年从四月份开始就已经非常的旺 几乎说每一家的住宿餐厅跟生意都非常的好 尤其这次廉价也拜了上天的照顾 所以这几天飞机都非常正常 船舶也非常正常 所以来马祖的旅客确实非常非常 几乎说每个各行各业都赚到了钱 这几天本师也遇到两件事情 就以兵远说的很特殊 怎么说呢 刚好有两个散客住在我那 然后他那天到举光去上不来 那飞机搭不上 那就奇怪 我说每一班级都客满 怎么会有两个候补呢 一查他跟我店里面那个女儿抱怨 她说哇举光上不来 她说那个飞机换位已经超过了 她说没办法搭上飞机 这个是很确实的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呢 那个台湾来的散客 他冬局那边的返租都付了 就是从南竿到举光下不去 我听说怎么会有这种的一个现象 确实也是发生的 我在这边提出呼吁跟请求县打人说 我们试图说在举光 这个四月到十月 冠季这段时间 真的要如何建立一个定位的机制 包括说旅行社要负集这个责任 以及旅馆业 包括我们马祖南竿 各个旅馆或者民宿 都要协助观光客 来到马祖我们要主动 积极地帮他服务 所以你要到举光 事情一定要定好位置 否则的话下不去 下面的举光上不来 也造成旅客的一个不满跟暴雨 这个是今年度 这是连续假期所发生的 确实的两期的事情 我这边要求县长 我们是不是说能够跟内疆行业 以及跟闯公司 能够定立起这个购票的机制 比如前一天跟哪里定位 然后跟旅行社 以及民宿业者 旅馆业者 怎么样子做广为的宣导 说一定要事先建立这个定位的机制 请问县长 也没有更好的方法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主席财政请县长答复 好 请县长做答复 首先非常谢谢副议长 对县府团队的支持 以及对我们副县长的勉励 我想县府团队会继续的努力 来为乡亲努力来服务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 光光万季 就是各行各业蓬勃发展 但是的确在这个 繁荣这个景象之后 我们仍然有一些交通的问题 期待我们解决 特别是举光的交通 刚刚副议长提到 就是副议长住宿的客人 就是坐下去 结果回不来 然后有一个散客 在举光定了 四个人 定了位置以后 然后下不去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都要订立一个 更细腻 更周延的一个定位极致 其实我已经请人家行业公司 就是督促 就是传公司在6月8号以前 希望能定立一个 更好的一个极致 其中包含 就是要同意 比如说订来回票 你订不到来回票 你可能就不要去了 第二个就是 可能开放让民宿业者 可以协助旅客 他定了民宿 就协助他定位置 希望像这些 更周延的一些定位极致 我希望说 我们不断地修正改善 然后让旅客能够更方便 但是更重要的 就是刚刚副议长提到 其实我们在 从事观光旅游的各行各业 包括我们所有的民宿业者 旅游业者 希望都能够更贴心 更用心 更友善地提供旅客一些服务 把我们在地的一些现况 就是能够资讯 来服务我们的旅客 让他感受到 就是我们的关心 也了解到目前 我们现况的一些状况 避免一些 刚刚提到的这种状况 发生 留下不好的印象 我相信如果大家一起 有这样子的态度 大家一起来努力 那马族的旅游越来越蓬勃发展 是可以预期的 我相信大家一起努力 现在我们更是责无旁贷的 面对这些问题 定出一个更周延 更贴心的一些机制 来服务旅客 我们会继续朝这方向来努力 谢谢现场答复 我想购票这个机制 是不是说赶快能够定案 然后整个广为宣传 包括旅馆业跟旅宿业 希望说能够把客人 当作我们自己的家人 一样的好好地来协助他们 第二点我想说 最近我想现场 也是有这个困扰 我们明大陆也有这个困扰 就是说今年度 也就是从4月份开始 就是说我们每天保留 这个八个位置 南干八个 北干两个 现在万季期间 确实也是说真的 一票难求 乡亲也是 对这个购票的机制 尤其这个后補 他也是非常非常的抱怨 尤其八个位置 就是说打电话26033 他说几乎打进去 4天前定位都是客满 也都是满 会造成乡亲的一个误解 跟抱怨 是不是有了这个订票机制之后 又给县政府八张票之后 是不是说又是另外一个黑箱的 一个状况产生 我说不可能的 我说政府这些都非常公平 极致在住 但是他们打进去 定不到位置 产生这个误解 我在这边建议现场 是不是说能够跟以往 我们在台办出那个状况是一样的 现在军方也有在 立农柜台那边 设一个服务点 那些报道的阿兵都到那边登记 我们乡亲是不是也派一个在机场那边 尤其这个重点时间 比如说4月到10月 我们马祖现在从4月份开始 为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旅行社的宣传 说这段时间 季节的变化 南野嘎容 南野嘎容 特别的多 所以今年度 就4月份开始就 就可能就不断涌进来 我们马祖的大概 以这样的估计下去 我们的观光的时间 会比澎湖大概多两个月 两个月时间就是因为 我们有这个蓝眼泪 这个夏天的当然 可能持续的就会好下去 我们大概有六到七个月 可以做生意 我所了解的 澎湖大概10月份之后 就挺寒的 包括说布袋 或者是嘉一那边开过去的 船班 10月份到停 到第二年的4月份 那些船员跟船长 就是付一半薪水 他们也是愿意这样来做 我想马祖 我们是拜南野嘎容 这方面我们现在 为了服务我们乡亲 是不是可以在机场那边 设立一个服务台 对乡亲的一个关心 比如说我今天有事情 我真的需要去台北 然后八个人满了 那么赶快启动 另外一种机制 是不是说请 跟例如那边说 多给我们几个位置 或者八个不够 那么我们可以 给他买20个吧 这个量都可以增加 不要造成说 相信为了他自身的 本身的需要 那天就有一个 算是癌症的病房 打电话给我说 部长可以帮忙一下 我今天太大 挂好这个病号 他说我前十来天都订不到 我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们 现在我们26033里面去 拿这个位置 他说真的没有拿不到 当天早上七步八步 就是补不到 到10点 11点之后 他说没办法 他说医生 大概过去 那个组织医师 他预约的医生 也下班了 他说也不要过去 这也是今年度 千真万确发生这个问题 我想这方面 我们是政府 再可以多一点 这个协助跟援手 让我们相信 解决这方面的 这个不满跟困境 对啊 临时这蛮多的 我想以标议员 也有接到这个讯息 将人在台湾 临时发生这个 你怎么办 对不对 确实来讲 我们现在八个 确实也是不够 八个里面 以我个人预估的话 我想公教的 大概 临时开会 什么比例 应该 是会比我们相信来的 这方面请求性 是不是能够在机场 设立一个服务台 这个重点时间 就是从四月到十月 只要不行 那么我们叫议长来做吧 叫议长 这议长的特质 拿出来 为我们相信服务 也是一个方式 对不对 你行政部门不做 我们民意机关来做吧 到时候议长那边 派一个直接 现场授权 我们议会来做 这样子才会 可能更贴切吧 相信说 确实现在 每天都有关心我们 行的需要 求现场 粉丝要求这一点 你可以做得到 我想 我可以感受到 去年我们对 县民保留票的使用 大概只有20%左右 因为当然它程序上 就是有一些 繁琐的过程 不是很方便 那今年经过修正 讨论以后 今年是比较方便 但是我们也发现 目前就是十个位置 是特别是南竿的地区 十个八个位置 是不够的 其实我们已经观察到 然后我们目前已经协调 就是历龙航空 希望说增加这个位置 从目前的十位 十个位置增加到 十六个位置 那我们也希望说历龙航空能够配合 但是这个部分就是也是不能超之在我 但是我们会积极的协调在争取 但至于在柜台 历龙在机场设立一个服务台的部分 其实我当初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们已经买票跟历龙已经付钱了 应该有历龙他们以服务旅客的方式 在柜台服务我们 但是在协商的过程历龙一直不同意 最后经过协调以后 由交通游举 由他们提供一个专线的电话来提供定位 那目前关键的是 不是这个在柜台服务的问题 是八个或者十个位置是不够的问题 我们应该积极的争取 增加这个历龙保留号的数量 以及增加加班的次数来解决这个不够的问题 我想这才是真正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 那这个部分我想这段时间 我们会积极的再跟历龙争取 如果他的票保留的票够提供给我们乡亲 其实电话服务跟在柜台服务 我想他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 那有关副议长的建议这部分 我也会跟交通旅游局来讨论 是不是修正有没有必要在柜台提供一个服务 我想如果我们保留票够的话 其实就可以解决现阶段的问题 校长我们马祖现在有一万 在地的登记户口有一万两千多人 就算是产住在马祖的人口 大概有七八千 七八千里一天就十张 我请问你现在立农又开放 一年前可以定位 然后我们相信什么时候预估说 我后天有事还是明天有事 对不对 我想这方面你按照人口比例来讲的话 就算是在这边产住生活的四箱五岛 达六七千个人的话 你一天十张哪里够 对不对 是不是说那量方面 我们是不是能够再处心考虑一下 是不是说十个不够 那我就给你买二十个 对不对 那个增加证物也不会剩下很多钱 给你买三十个吧 三十个人在机场那边设立一个 比如台湾那个乡亲回来 定不到位置的 好马上就我们这个票就把它补进去 其实我们政府应该也不会吃亏 我们会吃什么亏 对不对 我把这个票卖出为前提吧 是 对不对 这样才能保障我们乡亲的一个权益 否则现在说真的 三星队各方市政以及福利等等 都几乎都没有什么抱怨跟愿意 对不对 从现场的这个得分就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比较来的有抱怨跟愿意 就是万季时间 打飞机的问题 夏天一票难求 冬天马祖一克难求 变成这个反的一个现象 确实啊 例如冬天减帮 减帮我们愿意啊 你减帮的国家资源不要随便浪费 可以愿意减帮 但夏天时间到了 你该有的乡亲的权益 你不能说 哎呦我那个是因为旅行车都定走了 都定走了 那我们乡亲权益怎么办 冬天你减帮 你当然说 再上延商 对不对 我们议会跟那个 县长这边 当然也希望说 国家资源不要随便浪费 上所为四方的倒无所 对不对 时间是拉长一点 那夏天的时候 你应该供给我们的需要材 满足需要材 才是最重要的 是不是 我讲说那个量 是不是我们可以说 处十个变成三十个 或者五十个 这边应该政府方面 去什么研究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对不对 尤其现在是 比较麻烦的就是 航空交通的需要 另外一个比较不满的 也就是地震的发震 这是百姓目前 所最care的事情 这几个 这两个大概搞定 我想你不是八十分 也可能就是九十分以上的现场 对于这个 万级时间的购票机制之外 现在还没有什么 更好的智慧跟想法 是 跟副议长报告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 有政治新闻 例如韩国民希望说 能够增加 我们县民保留票 有十张 每天十张增加为十六张 现在正在跟立农协调中 这个部分 就是跟副议长报告 这个部分 就是不是我们想要 二十张三十张就可以 这个立农 他不见得愿意给我们 那这个过程 不是跟他买吧 所以说这个 其实在协商的过程 今年其实我们在 二月三月就开始在协商 立农家不愿意的话 他太没良心了嘛 你冬天减帮 夏天我们乡亲 需要的时候 你这个整个交给观光客 我们当然也喜欢观光客来 因为我们观光立线 但乡亲的权益 总是要造成民运最少了 现在确实也是 对这一块 人民是比较不满 是 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努力 其实讲起来也是不可思议 我们花钱跟他包位置 他还不愿意 但的确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我们也希望他每天能够加一帮飞机 特别在六月份 五月份我们就希望他每天能够加一帮飞机 但是他事实上也没有办法 目前大概维持 每个礼拜会加两帮的飞机 那其实我还是希望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他每天能够 每天都加一帮飞机 事实上目前也是做不到 大概加班的飞机 每天大概维持 每个礼拜加两帮 那我也希望说他加班的飞机 能够保留十个二十个位置 就是让县政舞台 事实上他也没有再答应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的协调 就是所以说我也是跟副育长 跟乡亲报告 有些事情就是我们没办法操制在 我必须要更努力的去跟去协调 去去争取 希望能够确保乡亲这个的权益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继续的努力 希望刚刚副育长提到的这些问题 能够把它减到最少最少 另外刚刚副育长提到的就是 冬天就一刻难久的现象 我们目前正在规划积极的推动 就是秋冬旅游 我想未来马祖的冬天 应该是不会那么冷 应该马祖的冬天的旅游夜 我们发现马祖的秋冬有它独特的美 有它的特色 再加上马祖的一个美食美酒 我们希望说能够维持秋冬旅游一定的乐度 让各行各夜不会觉得说冬天会一刻难求的现象 这部分我们会努力的 好 谢谢 谢谢非常答复 谢谢 朝鑫请发言